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鼓励挑衅行为 全球经济走势 美联储、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德国财政部长表示 四天工作周不会提升繁荣 法国对中国与南太平洋盟友加强关系感到担忧 资产上涨、托尼、查、亿万富翁行动 亚洲简报星期六 请大家收看 中国金融反腐力度持续加大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星期六 11月4日通报 中国工商银行员党委委员 副行长张红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信息显示 现年58岁的张红利 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巴一农肯大学 1989年9月获得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遗传学硕士学位 1991年7月获得美国加州圣哥巴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1年至2001年这十年间 张红利曾在惠普、施罗德、高盛等外资企业工作 2001年张红利加入德意志银行 2010年离任 离任前张红利是德意志银行环球银行业务亚太区总裁 中国区董事长 2010年4月张红利到中国工商银行任职 出任副行长 分管海外业务和投资银行 是京中组部操刀领选首位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管 公营董事会认为他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情况 具有丰富的国际银行管理经验 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八年后 当时53岁的张红利于2018年7月因家庭原因不再续聘 正式离开工商银行 随后张红利加入私募股权公司厚普投资 出任联席董事长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张红利2014年在工商银行任职时 曾被前雇主德意志银行告上法庭 德意志银行称 张红利2004年曾将一笔近400万美元 约540万新元的资金以顾问费名义 转到一家空壳公司 非法占用了银行的资金 于是向张红利索赔631.7万美元 中国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鼓励挑衅行为 彭博社 中国指责美国在海上问题谈判中鼓励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挑衅 中国官员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密切侦查表示关切 这次谈判旨在缓解紧张局势 双方呼吁加强沟通和管理海上局势 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并停止干涉地区海上争议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 全球经济走势 美联储 英国央行 维持利率不变 彭博社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都决定将借贷成本保持不变 暗示他们的紧缩周期可能即将结束 日本银行宣布将放松对债券收益率的控制 而欧洲央行的利率上调正在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 其他经济发展包括美国就业增长放缓 欧元区通胀下降 英国经济出现警告信号 德国产出收缩以及中国工厂活动再次陷入收缩 德国财政部长表示 四天工作周不会提升繁荣 彭博社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拒绝了在德国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并保持全新的想法 林德纳表示 社会从未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增加繁荣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缩短工作周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试点项目表明 这可以减轻工人的压力和焦虑 同时提高雇主的效率和收入 然而 林德纳强调 努力工作仍然是繁荣的关键 法国对中国与南太平洋盟友加强关系感到担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根据洛伊研究所的报告 由于与美国结盟的国家 尤其是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好的贷款协议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减弱 该报告强调了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 尤其是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之后 中国援助的下降是由于太平洋岛国政府对中国贷款的兴趣不足 导致许多国家负债累累 美国警告称 中国的金融援助是对贫穷国家主权的债务陷阱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在南海合作 岸田说道 日金亚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合作保护南中国海的自由 岸田还宣布 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沿海监视雷达 这是其官方安全援助计划下的第一个合作项目 岸田此次访问菲律宾是在与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二是会晤后进行的 双方同意开始就互惠军队进入协议进行谈判 以加强军事合作 因为中国在该地区变得更加强硬 就像药物一样 在一个禁止离婚的国家中 对离婚的新推动 纽约时报 菲律宾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除梵蒂冈外禁止离婚的国家 然而 合法化离婚的势头正在增长 一半的菲律宾人现在支持离婚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以马克思表示 他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 离婚活动人士现在将这个问题定位为一项基本人权 类似于获得医疗保健或教育的权利 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在30年来首次批准了一项关于离婚的法案 预计明年将在参议院进行二读 强大的天主教会称支持离婚的活动为非理性倡导 但教会官员对此的反对态度比之前推动社会立法自由化的运动时要低调 菲律宾在离婚问题上有着复杂的历史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禁止离婚 但在美国占领期间在狭窄条件下允许离婚 并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者扩大 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退出中国FT 雅虎 据报道 咨询公司盖洛普将关闭其在中国的业务 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司已经通知客户 将关闭其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办事处 目前尚不清楚盖洛普是否会保留其当地员工 该公司为企业提供市场营销目的的研究和分析服务 前台湾军方首长表示 美国在危机中的援助需要数周时间 日经亚洲 前台湾军方首长李星林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 美国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抵达台湾 他敦促台湾更加关注较小 机动性更强的武器 以更好的抵御初次攻击 李星林认为 台湾的军队应该转变目前对大型战舰 坦克和战斗机的依赖 而是建立一个庞大的机动精确武器库 这位前海军上将还建议 在中国军队接近台湾海岸时 用地对舰导弹和导弹艇瞄准他们 并在他们登陆后采取游击战术 尼泊尔地震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数百座房屋被摧毁 华盛顿邮报 周五晚上 尼泊尔发生了一次5.6级地震 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数百座房屋被摧毁 这次地震的震感 还能在邻国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感受到 专家警告称 尼泊尔由于建筑质量低劣 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 2015年 两次地震造成近9000人死亡 造成60亿美元的破坏 尼泊尔总理普斯帕 卡马尔 达哈尔已经动员了全国的安全部队 来协助救援工作 英国一所大学将战士投股 归还给台湾原住民台湾族人 半岛电视台 爱丁堡大学将四名台湾族战士的投股 归还给台湾原住民领导人 这是台湾首次进行此类归还 此举发生在该大学和其他欧洲机构 正努力应对其殖民历史之际 这些投股被归还给台湾原住民委员会的代表 和牡丹香的负责人 这些战士于1874年在那里被杀害 这些投股曾被一名美国军事顾问 作为战利品带到日本 后来于1907年被赠送给了爱丁堡大学 排湾族是台湾第二大原住民族群 阿尔巴内斯对中国的访问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 重新点燃了与习近平的贸易谈判 澳洲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 将成为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将前往上海和北京 此次访问被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证据 总理的主要目标是 游说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贸易关税 中国政府上6月宣布将对220%的关税进行审查 这导致澳大利亚对华葡萄酒出口价值大幅下降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的拘留问题也将被讨论 普京面临金融滑铁炉风险已遏制通胀 彭博社 俄罗斯中央银行为应对通胀上升和乌克兰战争 以及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带来的增加支出承诺 将其关键利率提高了一倍达到15% 如果通胀风险不减 中央银行可能在下个月将利率再提高一个百分点 利率上调预计对企业和家庭来说是惩罚性的 但是为了对抗高通胀是必要的 在今年早些时候受到压力要求采取更温和的立场后 中央银行正在承担更大的角色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国际新闻 首先 中国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鼓励其他国家挑衅 中国官员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监视 表示关切 这次的谈判旨在缓解紧张局势 双方呼吁加强沟通和管理海上局势 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并停止干涉地区海上争议 这次的中美领导人会晤 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举行 在全球经济方面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都决定保持利率不变 暗示他们的紧缩周期可能即将结束 其他经济发展方面 美国就业增长放缓 欧元区通胀下降 英国经济出现警告信号 德国产出收缩 中国工厂活动再次陷入收缩 德国财政部长表示 四天工作周不会提升繁荣 德国财政部长拒绝了在德国实行 每周四天工作治病保持全新的想法 他强调 社会从未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增加繁荣 虽然缩短工作周可能减轻工人的压力 提高雇主的效率和收入 但努力工作仍然是繁荣的关键 法国对中国与南太平洋盟友加强关系 感到担忧 一份报告指出 由于与美国结盟的国家 尤其是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好的贷款协议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减弱 中国援助的减少是由于太平洋岛国政府 对中国贷款的兴趣不足 导致许多国家负债累累 美国警告称 中国的金融援助是对贫穷国家主权的债务陷阱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在南海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合作保护南中国海的自由 岸田还宣布 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沿海监视雷达 这是其官方安全援助计划下的第一个合作项目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国在该地区变得更加强硬之后 在菲律宾 合法化离婚的势头正在增长 一半的菲律宾人现在支持离婚 菲律宾总统表示 他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 离婚活动人士现在将这个问题定位为一项基本人权 类似于获得医疗保健或教育的权利 强大的天主教会称 支持离婚的活动为非理性倡导 但教会官员对此的反对态度 比之前推动社会立法自由化的运动时要低调 咨询公司盖洛普将关闭其在中国的业务 该公司为企业提供市场营销目的的研究和分析服务 目前尚不清楚盖洛普是否会保留其当地员工 前台湾军方首长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 美国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抵达台湾 他敦促台湾更加关注较小 机动性更强的武器 以更好的抵御初次攻击 尼泊尔发生了一次5.6级地震 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数百座房屋被摧毁 尼泊尔由于建筑质量低劣 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 爱丁堡大学将四名台湾族战士的头骨 归还给台湾原住民领导人 这是台湾首次进行此类归还 此举发生在该大学和其他欧洲机构 正努力应对其殖民历史之际 澳大利亚总理将成为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将游说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贸易关税 俄罗斯中央银行为应对通胀上升和乌克兰战争 以及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带来的增加支出承诺 将其关键利率提高了一倍 达到15% 综上所述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中美关系 全球经济 德国的工作制度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日本与菲律宾的合作 菲律宾的离婚问题 中国市场的变化 台湾的安全形势 尼泊尔的地震 爱丁堡大学归还投股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俄罗斯的经济挑战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您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您对中美关系 全球经济 离婚合法化 台湾安全等问题 有什么看法或疑问 请在评论中与我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资产上涨 托尼 查 亿万富翁行动 亚洲简报星期六 澳大利亚总理在与中国主席会面时 抗议博主模糊的拘留条件 自2015年以来 尼泊尔发生了致命的地震 尼泊尔地震造成至少132人死亡 数百座房屋被摧毁 中国的一种抗癌药物在美国历史性的进入市场 这在医药危机中具有重要意义 请大家收看 澳大利亚总理在与中国主席会面时抗议杨恒均拘留条件 美联社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表示 他将在周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 提出被拘留的澳大利亚民主博主杨恒均的案件 杨恒均在北京被以间谍罪名拘留了近五年 但尚未被定罪 杨恒均的家人担心他快要死了 中国外交部位杨恒均的起诉辩护 坚称该案件严格按照法律处理 自2015年以来 尼泊尔发生了致命的地震 路透社 自2015年以来 尼泊尔已经遭受了几次致命地震 最具破坏性的地震发生在2015年4月 震级为7.8 随后17天又发生了第二次余震 这些地震导致了约9000人死亡 并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包括建筑物和历史遗址的倒塌 自那时以来 尼泊尔发生的其他地震 也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损失 最近一次地震发生在2023年11月3日 导致128人死亡 许多人受伤 尼泊尔是一个贫穷而多山的国家 特别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 中国的一种靠癌药物 在美国历史性的进入市场 这在医药危机中具有重要意义 南华早报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已批准首个中国抗体药物 托瑞帕利丹抗 用于治疗鼻胺癌 这是一种起源于鼻子后部和喉咙上部的癌症 这一批准标志着 美国在癌症药物方面 对中国的依赖发生了转变 因为美国一直面临药物短缺问题 并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进行药物研发 该药物的设计目的是与免疫细胞上的PD一受体结合 以激活免疫系统并杀死肿瘤 上海军事生物科技与加利福尼亚州的科赫鲁斯生物科学公司 合作开发了这种药物 该药物未来还可能获得治疗其他癌症的批准 托瑞帕利丹抗予2018年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并已获得治疗黑色素瘤、膀胱癌、食管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批准 新加坡可能会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重新审查过去的收购案 彭博社 预计明年将颁布的新法律赋予新加坡政府 阻止被认为有损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实体的收购权 拟议的重大投资审查法案将要求买方 在达到重要持股预值如25%或50%之前获得批准 该法律适用于在新加坡注册、运营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任何实体 此举是新加坡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中试图平衡的一部分 阿尔巴内斯对中国的访问在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 重新点燃了与习近平的贸易谈判 澳洲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将成为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将前往上海和北京 此次访问被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证据 总理的主要目标是游说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贸易关税 中国政府上个月宣布将对220%的关税进行审查 这导致澳大利亚对华葡萄酒出口价值大幅下降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的拘留问题也将被讨论 日本首相岸田与菲律宾美国合作保护南海 路透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共同努力保护南中国海的自由 岸田在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发表了这一声明 他在菲律宾会见了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斯二世 两国领导人同意开始就互惠军队进入协议进行谈判 以加强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强硬行动的军事合作 日本和菲律宾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表示批评 这导致了海上主权的紧张局势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拥有全部主权 但这一主张在2016年被常设仲裁法院驳回 为什么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和解 有点 纽约时报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正在北京进行为期三天的会晤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这是两国在经济和外交稳定方面迈出的一小步 经历了多年的紧张关系 尽管两国正在寻求稳定关系 但仍存在焦虑和安全问题 然而 自从新一届澳大利亚政府上台以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已经重新调整了改善关系的立场 因此 中国同意重新审查或取消 对澳大利亚多个行业造成数十亿美人损失的关税和贸易禁令 反乘的产品包括煤炭、大麦和木材 葡萄酒和龙虾出口可能在几个月内恢复 然而 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 75%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 香港是备受打击的葡萄酒行业中的一个罕见亮点 南华早报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 全球葡萄酒行业正面临气候变化和需求下降的挑战 2022年销量下降了3% 需求下降尤其在C世代中明显 它们正在远离包括葡萄酒在内的酒精饮品 葡萄酒行业还面临供应方面的动荡 各个地区都遭受了与天气相关的问题影响了生产 尽管如此 香港的葡萄酒贸易正在强劲增长 自2008年取消对葡萄酒的所有税收以来 香港已成为世界领先的葡萄酒贸易中心之一 激进分子袭击巴基斯坦中部空军基地军方 路透社 周六 六名激进分子袭击了巴基斯坦中部的一处空军训练基地 造成三架飞机受损 三名激进分子在进入基地之前被击毙 另外三人被困 这次袭击的责任归咎于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运动TJP的相对不知名的组织 TJP今年在该国发动了多起备受关注的袭击 中国美国国债持有量下降40%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日经亚洲 中国在8月底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14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的货币当局正在出售美国国债以支持人民币 而其他人则将最近美国债券市场的动荡归咎于他们 中国在8月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为8,054亿美元 比10年前下降了40% 如果中国继续减持美国国债 可能会推高债券收益率 并成为美联储关注的问题 新教练维德马尔希望墨尔本城在击败悉尼后再次取得同样的成绩 路透社 墨尔本城的新教练奥雷利奥 维德马尔希望他的球队在对悉尼FC的2比0胜利中 能够为未来的成功提供一个模板 维德马尔是在拉多 维多西奇被解雇后被认命的 维多西奇在对阵阿德莱德联队的比赛中以0比6惨败后被撤职 这场胜利使城市队摆脱了A联赛积分榜的垫底位置 而悉尼队在前三场比赛中没有得到任何积分 排名垫底 城市队目前在亚洲冠军联赛H组中排名第一 维德马尔希望能够在这项比赛中继续取得成功 然而 他承认赛程很紧张 他更希望有更多的训练时间 日本和菲律宾同意将防务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日本时报 日本和菲律宾计划谈判签订一项访问部队协议 日本希望加强其安全伙伴网络 菲律宾还将成为日本新军事援助计划的首个受援国 此举是因为两国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感到越来越担忧 在三方会谈中 日本坚称福岛处理过的水是安全的 日本时报 在涉及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环境部长会议上 日本强调了从福岛第一核电站释放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到海洋的安全性 日本环境大臣伊腾信太郎表示 这对人类和环境没有影响 中国对日本的水释放行为表示批评 并对日本海产品进口实施了禁令 中国生态环境部长黄润秋呼吁与其他利益相关方 尤其是邻国就负责任的处理废水进行彻底磋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首先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抗议杨恒均的拘留条件 杨恒均是一位澳大利亚博主 他在北京被以间谍罪名拘留了五年 但尚未被定罪 澳大利亚政府对此表示担忧 并希望能够为杨恒均争取公平对待 另外 尼泊尔自2015年以来发生了多次殖民地震 这些地震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倒塌 给这个贫穷而多山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还有一则有关中国靠癌药物在美国进入市场的新闻 这对于在医药危机中的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美国一直面临着药物短缺的问题 这种新的靠癌药物被称为托瑞帕利丹抗 它能够激活免疫系统并杀死肿瘤细胞 这是中国药物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也对中国的医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 新加坡可能会重新审查过去的收购案 以保护国家安全 这是新加坡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为了保持平衡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还有一个有趣的消息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 这被世卫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个证据 总理的主要目标是游说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贸易关税 并讨论杨恒军的拘留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 比如日本和菲律宾同意提升房屋关系 以及日本强调福岛处理过的水势安全的等等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各种问题和挑战也在不断出现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些新闻 并且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关心 接下来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共和党的国防鹰派 已经对党内的民粹主义者 感到厌烦了 中国指责美国 在南中国海鼓励挑衅行为 耶鲁强奸案 将改变被告的待遇方式 未来是人工智能和人型机器人 中国工业部长说 香港启德和香港仔 周末物业销售低迷 请大家收看 中共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 驻中央外办纪检监查组组长 张继文发文指出 外交外事干部 是对外工作的主力军 但被渗透测反 和拉拢腐蚀的风险相对较高 最新一期 中国纪检监查杂志 刊发了张继文的署名文章 文章提到 驻中央外办纪检监查组 近期深入被监督单位开展调查研究 找准对外工作领域风险 提出防范化解对策建议 推动外交外事单位 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水平 张继文在文中介绍 调研发现 当前各综合监督单位 不同程度存在风险隐患 既有共性特征 也有个性特点 大体可分为政治风险 廉政风险 管理风险三类 在政治风险方面 文章指出 有落实两个维护不到位的风险 主要包括落实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重要指示 批示不够到位的风险 还有失陷力 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 以及落实管党治党 责任不利的风险 在廉政风险方面 文章提及 四封问题反弹回潮的风险 不容忽视 同时还有违规用权及权力寻租的风险 主要是违规使用对外交往权 外事活动联络权等权力和利用上述权力涉租寻租的风险 以及以外谋私的风险 主要是利用手中积累的外事资源 人脉资源谋取私利的风险 管理风险则包括 干部失管失控的风险 干部选拔任用不规范的风险 以及工作失职失责失查的风险 张继闻分析 风险隐患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包括思想认识存在不足 管党治党责任压实不够 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不够健全 制度执行力约束力有待强化 以及监督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文章最后强调 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 打好防范化解对外工作领域风险主动障 要深化思想教育 提高风险防控自觉 强化压力传导 压实风险防控责任 扎紧制度笼子 助劳风险防控堤坝等 共和党的国防鹰派 已经对党内的民粹主义者感到厌烦了 彭博社 支持强大美国军队的共和党参议员 正在就国家安全问题 与党内民粹主义者展开挑战 这增加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以及结束对五角大楼晋升的数月封锁的可能性 这些所谓的国防鹰派 曾经是一个日益孤立主义的党派的权力中心 但在中东战争 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以及是否继续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争议中 他们变得更加坚决 中国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鼓励挑衅行为 彭博社 中国指责美国在海上问题谈判中鼓励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挑衅 中国官员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密切侦查表示关切 这次谈判旨在缓解紧张局势 双方呼吁加强沟通和管理海上局势 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并停止干涉地区海上争议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 耶鲁强奸案将改变被告的待遇方式 彭博社 彭博观点专栏作家斯蒂芬·艾尔卡特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 耶鲁大学一名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的诽谤诉讼被恢复 这对其他组织包括私营公司都有影响 上周一家联邦法院裁定该前学生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 法官们认为 导致该前学生被开除的耶鲁大学仲裁庭不符合准司法程序的标准 因此在仲裁庭作证的证词不受特权保护 这一裁决表明 如果公司在内部调查中没有包括产生可靠证词的程序保障 他们可能面临诽谤诉讼 未来是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 中国工业部长说 南华早报 据高级工业和发展官员称 中国正在寻求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 以推动经济增长并增强其与美国的技术竞争力 工业核心西化部部长金壮龙 强调了人工智能AI赋能工业化的潜力 并呼吁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未来行业进行更多研究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新的长期经济引擎 因为传统的增长来源正在下降 西方限制其技术进步的努力也在加强 重点将放在电动汽车 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产品 以及先进制造业上 香港启德和香港仔周末物业销售低迷 南华早报 11月第一个周末 两个香港住宅项目的销售低迷 因为买家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以期待政府可能出台的激励政策 KT Marina和South Sky 动有303个单位在市场上销售 但售出约60个单位 销售放缓反映了政府最近 决定放宽房地产降温措施的适度影响 全球经济走势 美联储、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彭博社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都决定 将借贷成本保持不变 暗示他们的紧缩周期可能即将结束 日本银行宣布将放松对债券收益率的控制 而欧洲央行的利率上调 正在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 其他经济发展 包括美国就业增长放缓 欧元区通胀下降 英国经济出现警告信号 德国产出收缩以及中国工厂活动再次陷入收缩 WeWork破产将对陷入困境的纽约办公市场造成另一次打击 纽约时报 WeWork目前距离申请破产只有几天的时间 对于办公楼房东来说 这个时候WeWork的破产来得再糟糕不过了 因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办公空间的需求就减少了 许多房东为了让WeWork继续运营 接受了较低的租金 而他的破产将导致许多人的租金降低 并且难以偿还与建筑物相关的债务 关于WeWork可能申请破产的猜测始于8月份 当时WeWork警告可能很快就无法继续经营 WeWork占据了Van Barton Group拥有的980 Avenue of the Americas的几乎所有办公空间 这是一个综合用途的开发项目 该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乔伊 齐莱利表示 如果WeWork搬离 公司可以考虑一系列选项来利用这个空间 包括将其改建为住宅 美国将重点转向加沙战争结束后的事态发展 金融时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敦促以色列 在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持续冲突中保持克制 布林肯于周五抵达该地区 旨在讨论战争结束后将发生的事情 并获得对人道主义停火的支持 这场冲突再次引起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需要外交解决方案的关注 因为美国国会对以色列的行动的支持已经开始减弱 尽管乔·拜登总统此前曾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独立国家的想法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他政府的首要任务 然而随着以色列的进攻加剧 拜登和布林肯对两国解决方案的讨论越来越频繁 现在正在就冲突结束后将发生什么展开辩论 特别关注加沙将如何被治理 美国正在考虑由阿拉伯国家或联合国管理的临时政府 然后由国际支持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接管该地区的治理 苏纳克的人工智能峰会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但也暴露了全球紧张局势 金融时报 英国首相通过让美国和中国官员同意控制人工智能 AA的必要性 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根据Rishi Sunnet最近的AA峰会上的一位代表的说法 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和技术上存在紧张关系 但中国代表吴赵辉博士表示 两国在对抗恶意使用人工智能方面有着民主和自由 这两个共同价值观的支持 峰会上 28个国家广泛承诺共同努力解决与先进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 然而 潜在的紧张关系也暴露了出来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明确表示 美国打算制定自己的人工智能规则 声称美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领先世界 并能够推动全球行动 美国还宣布计划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 由专家组成 监测风险 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退出中国 金融时报 美国民意调查和咨询集团盖洛普将关闭其在中国的办事处 该公司在中国进行公众意见调查时面临严格的监管限制 盖洛普向客户表示 一些项目将被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 而其他项目将被取消 最近 包括弗雷斯特研究公司和格森莱尔曼集团在内的其他外国咨询公司也在中国缩减了业务规模 中国敦促欧洲共同努力解决加沙和乌克兰的冲突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欧洲在乌克兰和加沙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 在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进行视频会议时 习近平表示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 呼吁建立平衡 有效和持久的安全框架 习近平还呼吁德国在维护中欧关系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 表示 中国将欧洲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和多极化的重要极点 这次会谈是中国和欧洲高级官员近几周来进行的一系列对话的延续 旨在改善双方的接触并应对全球挑战 迹象表明全球股市将再次崩盘 有人告诉美联储南华早报 根据经济学家约翰、格林伍德和史蒂夫·汉克的观点 金融市场中的过剩流动性正在消失 这可能导致市场崩盘并重演以往的崩盘 比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 他们认为美联储的政策正在威胁美国金融市场和经济 并且中央银行正在忽视危险信号 作者们警告称 货币收缩可能导致市场利率上升 经济衰退、衰退和通胀下降 他们说 目前的情况让人想起了1987年和1929年 CSIS局长在令人不安的机密材料泄露后 对员工表示充分信任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大卫维尼约表示 他对该机构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中的处理能力充满信心 维尼约在一份至CSIS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 该机构必须对采取的措施遵守与安全相关的法律义务充满信心 这份备忘录是在一份引用有关外国干预的秘密文件的报纸报道之后发布的 加拿大政府已经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来调查外国干预 并宣布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调查 乌克兰部长表示 他希望将自己的国家打造成西方武器生产中心 美联社 乌克兰新任国防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米西辛表示 他的目标是将乌克兰打造成西方武器生产中心 卡米西辛希望增加本地武器生产 以应对俄罗斯试图夺取更多领土的企图 乌克兰已经开始向战场提供本地生产的军火 并有能力对俄罗斯进行打击 卡米西辛表示 国防技术是乌克兰国防工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 该国最近还举办了一次国际国防工业会议 寻求其他形式的合作 包括联合生产武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德桑蒂斯试图在辩论前的活动中 利用自己的地盘优势 安东尼·戈登获胜 经过三次瓦尔检查后 激怒了阿森纳 金钱让魔鬼工作 揭示印尼涅工业的致命工作条件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抵达上海 开启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 一年过去了 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为2024年的决战而等待 请大家收看 德桑蒂斯试图在辩论前的活动中利用自己的地盘优势 彭博社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正在他的家乡举办一场活动 已成为唐纳德 特朗普的主要竞争对手 以激发他的竞选活力 德桑蒂斯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下滑 现在面临来自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的竞争 德桑蒂斯很可能会关注黑利在南卡罗来纳州担任州长期间对中国的立场 根据Euclid Politics的全国选民偏好民意调查平均值 特朗普在德桑蒂斯身后领先近46个百分点 德桑蒂斯在新韩布什尔州加大了竞选活动力度 该州的民意调查平均值显示他排在特朗普和黑利之后的第三位 金钱让魔鬼工作 揭示印尼涅工业的致命工作条件 澳洲ABC 中国电工丁先生曾在印度尼西亚的两个涅金链厂工作 他批评了他所工作的中国公司 称他们将金钱置于工人安全之上 丁先生声称在印尼的18个月工作期间 目睹了同事死亡和起重机起火的情况 他还声称自己连续工作了175天 印尼人权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涅金链行业的工作条件 并计划很快发布调查结果 非盈利组织Trend Asia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 在印尼的涅金链厂工作的大多数死亡工人都是印尼工人 研究经理Zaki Amali表示 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因为政府没有提供工人死亡的官方数据 印尼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多年来 一直对工人权益和安全问题提出关切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 强调了印尼涅金链行业中国工人面临的各种问题 包括欺骗性招聘 扣留身份证件 拖欠工资 以及长时间连续工作 没有休息日 该报告还指出 中国公司在印尼涅供应链上的投资超过300亿美元 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在印尼的一位研究员指出 许多中国工人的护照被雇主扣留 他们没有自由出入工业园区 这表明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 该研究员补充说 中国工人因为害怕受到威胁和惩罚 所以不敢公开谈论他们的工作条件 今年2月 一群在两个不同的涅加工厂工作的中国工人 向印尼人权委员会提出投诉 声称他们的护照被扣留 不被允许自由出行 并且必须长时间连续工作没有休息日 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抵达上海 开启了自2016年以来 澳大利亚总理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 澳洲 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 已经抵达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旨在改善两国关系 阿尔巴内斯是澳大利亚首位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总理 此次访问预计将充满象征意义 因为它标志着高·惠特拉姆历史性访问中国的50周年 此次访问是在澳中关系紧张多年之后进行的 预计阿尔巴内斯将提出 包括被拘留的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军 人权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等问题 一年过去了 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为2024年的决战而等待 华盛顿邮报 随着2024年美国选举的临近 2023年的政治格局尚未提供关于未来道路的许多线索 今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可能会对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但事实并非如此 唐纳德 特朗普在四个司法管辖区被起诉四次 面临91项重罪指控的审判 这是前总统首次 众议院共和党人选举了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凯文 麦卡锡为议长 然后在九个月后将他罢免 并最终用路易斯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 2024年总统选举的轮廓基本上没有改变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几乎没有变化 拜登和特朗普之间再次对决的可能性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情景 中国对抗通缩的斗争可能远未结束 雅虎 根据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消费价格很可能在10月份出现通缩 此外 生产者价格可能连续第13个月下降 今年通胀压力较弱 消费价格指数在7月份陷入通缩 另一方面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长期对抗价格下降的斗争 北京正处于通缩战斗的早期阶段 因为中国正在从过度扩张信贷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此外 疲弱的通胀数据将导致人们对国家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 尤其是在10月份工厂活动意外收缩和服务业增长放缓之后 接下来几天将有其他报告发布 可能会提供有关经济复苏轨迹的额外线索 债券市场有机会避免历史性的连败 雅虎 美国国债在美联储暗示可能暂停加息后本周上涨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约25个基点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11月至1月期间的债务发行计划也低于预期 这一消息意味着美国国债有可能打破最近的亏损趋势 实现年度收益 尼基、哈利和罗恩、德桑蒂斯之间的争斗 将在下周的辩论舞台上实时展开 CNN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尼基、哈雷都在考虑参选2024年总统 下周他们将在迈阿密进行初选辩论 这两位共和党人已经在采访、竞选演讲和广告中预演了彼此的攻击口径 德桑蒂斯指责哈雷在担任州长期间希望为中国铺红地毯 以削弱他的外交政策资历 而哈雷则称德桑蒂斯的攻击是一场陷入停滞的竞选活动的绝望行为 第三场辩论被视为竞选的关键时刻 因为共和党的竞选阵容已经开始缩小 预计辩论舞台上的候选人将更少 爱荷华州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哈雷的支持率为16% 比8月份上升了10个百分点 与德桑蒂斯并列第二 然而 德桑蒂斯的盟友认为 他是特朗普和哈雷支持者中最受欢迎的第二选择 华为和腾讯引领中国在网络安全专利方面的领先地位 日经亚洲 根据日经和信息服务提供商 NexisNexis编制的排名 截至2022年8月 华为和腾讯等中国公司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利持有量中 占据了全球前十名中的6个 IBM以6363项专利位居榜首 其次是华为的5735项专利 和腾讯的4803项专利 自2018年 美国开始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实施出口管制以来 中国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加 菲律宾马克思将访问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 日经亚洲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将在本月访问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 此前他将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据消息人士称 此次访问发生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对峙之际 旨在显示马尼拉与美国的亲近关系 预计马克思将在珍珠港的总部与美国印太司令约翰 阿奎利诺上将以及其他军种的军事领导人会面 国家元首访问外国军队的地区指挥官 在外交礼仪上是不寻常的 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馆和印太司令部为发表评论 这些高层接触发生在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通用汽车公司将在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在美国运营中投资130亿美元 彭博社 通用汽车GM已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达成初步协议 结束为期六周的罢工 该协议包括在美国业务上投资130亿美元 并提高其电池工厂工人的工资 GM将在底特律附近的奥利昂装配厂投资40亿美元 在田纳西州斯普林歇尔的电动汽车装配厂投资20亿美元 该协议还包括逐步增加伊利电池工厂工人福利的措施 GM的OTM Sales电池工厂的工人将被该汽车制造商重新雇佣 该协议仍需获得GM的4.6万名工会成员的批准 拉加德表示 欧洲央行将在2025年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水平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表示 央行决心将通胀率降至2% 这是对社会和社会和平做出的最好贡献 拉加德的评论是在ECB试图重新控制通胀率的同时 一些欧洲政府对较高的利率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表示担忧 逾期贷款 中国可能召回澳大利亚唯一的熊猫 悉尼先驱晨暴 目前借给阿德莱德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王王和福尼的未来受到威胁 因为他们的借贷将在2024年到期 阿德莱德动物园将开始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讨论延长借贷的问题 这两只大熊猫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动员生活 并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尽管他们的繁殖尝试一直没有成功 目前 中国的熊猫外交计划已经将63只熊猫借给了全球19个国家 我应该多久检查一次我的超级预额 悉尼先驱晨暴 分据Financial Autonomy的创始人保罗 本森Paul Benson的说法 投资者应避免过于频繁地查看他们的养老金和投资余额 他表示 长期表现最佳的投资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波动 最好较少查看余额 因为这可能导致投资者在市场压力时采取行动 他说 这可能导致退出增长型投资并将资金转移到更保守的选择 这可能违背长期利益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从美国政治到中国经济 再到澳大利亚的国内外事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谈到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在竞选活动中利用地盘优势的举动 他正面临来自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 黑利的竞争 而他的支持率也在下滑 德桑蒂斯希望通过在他的家乡举办活动来激发竞选活力 并与黑利在南卡罗来纳州期间对中国的立场进行对比 不过 他仍然面临特朗普的领先 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加大竞选活动力度的原因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印尼的聂金链工业存在的致命工作条件 一位中国电工批评了他所工作的中国公司将金钱置于工人安全之上的做法 他目睹了同事死亡和起重机起火的情况 而且还连续工作为175天 印尼人权委员会正在调查聂金链行业的工作条件 并计划很快公布调查结果 这只是中国公司在印尼聂供应链上投资超过300亿美元的一个例子 这些报告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公司在海外工作条件的关注 然后我们谈到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 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改善澳中关系并解决一些争议问题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有总理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 对于两国关系来说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这次访问将讨论一些敏感问题 例如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的被举留问题 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等 接着我们看到了2024年美国选举的前景 虽然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例如特朗普面临多项指控 中东爆发新战争等 但这些事件似乎并未改变2024年总统选举的局势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几乎没有变化 他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情景 然后我们谈到了中国对抗通缩的挑战 根据彭博社的调查 中国的消费价格可能在10月份出现通缩 这是今年第二次出现通缩 摩根士丹利表示 中国将面临长期对抗价格下降的斗争 这可能导致对国家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债券市场的情况 美国国债在美联储暗示可能暂停加息后上涨 这意味着可能打破最近的亏损趋势 然后我们看到了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和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在辩论舞台上的对决 这两位共和党人将在下周的初选辩论中展开争夺 这场辩论将是竞选的关键时刻 因为预计辩论舞台上的候选人将更少 这将是一场值得期待的辩论 最后我们谈到了中国在网络安全专利方面的领先地位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 华为和腾讯等中国公司在网络安全专利持有量方面 占据了全球前十名中的六个 这显示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之下 新经济沙皇何立峰能有多少作为 共和党的国防鹰派 已经对党内的民粹主义者 感到厌烦了 袭击空军基地 是最新一级 令巴基斯坦不安的事件 救援人员在尼泊尔地震中 难以找到幸存者 死亡人数已达157人 冷却的电动汽车销售 让特斯拉 通用汽车和福特 重新考虑投资 叶鲁强奸案 将改变被告的待遇方式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之下 新经济沙皇何立峰 能有多少作为 VOA黄丽林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10月底正式兼任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中裁办主任一职 接棒退休的刘鹤 一跃成为中共财经核心幕僚机构 的最高掌舵人 被外界形容为 新任经济沙皇 对此 观察人士直指 中国真正的经济沙皇 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 何立峰只是习近平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 而外商人士则说 在华外商将对何立峰 进入至少半年的观察期 他们呼吁 中国重返务实和改革开放的路线 历时7个月的传闻终于落地 何立峰10月底正式 接任刘鹤的中裁办主任一职 越升为中国新任的经济沙皇 未来将主导北京政府 在经济和金融大政方针上的指定 虽然何立峰位高权重 已然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观察人士多认为 他既不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 也不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因为隶属于习近平福建帮人马的何立峰 是靠裙带关系上位 仅是被安插来执行习近平的左倾经济路线 中国真正的经济沙皇 习近平 位于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许成刚表示 外界称何立峰为经济沙皇 是错误认知 因为他不可能被赋予决策实权 不过何立峰面临的挑战 的确极其严峻 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 任何决策失误 崩盘的概率不小 许成刚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经济沙皇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 只有他一个人 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金融危机 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 如果他习近平处理不当就会爆发 这个概率不是很小的 无论是他处理 还是谁处理 处理不当就会爆发很严重的后果 许成刚说 中国深陷房市泡沫和地方债问题 若处置不当 势必爆发金融和财政危机 拖垮中国经济 他说 北京线提出增发 一万亿人民币国债的解决方案 但面对几十万亿人民币的债务 这笔国债连负利息都不够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他还说指出 失业是中国下一个重大危机 轻则累积经济 重则威胁社会稳定和中共的执政权 在习近平主政下 他说 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 其中 中美经贸关系尤其难以反转 因为美国华尔街投资人已经意识到 中国的投资风险 恐带动在华制造的外资企业 进一步出走中国 特别是外企对北京以市场和供应链为武器 所进行的经济胁迫 也越来越忌惮 这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极大威胁 学者 何立峰没有胆量反驳习近平路线 一位位于纽约 因议题敏感 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经济学教授也说 官僚出身的何立峰 从任职厦门市政府起 就仅执行长官交付的政策 现在 他靠着裙带关系入主中央财经部会 就算真有经济专业 也没有胆量背离习近平路线 现年68岁的何立峰 是广东新宁人 1973年赴福建参加工作 从农场知青和水电站工人做起 之后经过高考 进入厦门大学 完成财政金融学士 财政学硕士 及经济学博士学位 何立峰1984年 踏入厦门政坛后的最大贵人是习近平 习近平1985年 出任厦门副市长 何立峰跟着升官 一路从厦门市政府的办公室干部 做到厦门市副市长 泉州市长 以及福建省常委等职位 2009年后 何立峰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参与打造滨海新区 且兼任滨海新区的 工委书记长达近四年 此高端制造园区的声势 虽一度看涨 但其后留下的一屁股债 也让何立峰的政绩受到质疑 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 大陆组组长黄建群 曾在天津滨海新区 和何立峰有过短暂接触 他说台商对何立峰少有负贫 但也不认为他是什么魅力型政治人物 因为何立峰一向的官场作风 就是一步一趋 跟着领导走 并以不犯错为原则 黄建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何立峰有别于刘鹤 不是自由经济 市场派的支持者 因此 走的也是接近习近平的经济路线 黄建群说 何立峰比较是贯彻习近平的意志 以归类来说 他比较不像是市场派 包括他以前提到 比如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 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失衡 就是说太强调平台经济 虚拟经济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批评 跟习近平的路线比较一致 中国经济的左右博弈 黄建群说 习近平在二十大后 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发展并重 虽然一再向外资招手 但又同时出台反间谍法 等让外企寒蝉的法治环境 因此 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多质疑 习近平打算走计划经济 国际民退的左倾路线 而何立峰就是他的执行者 不过 中国一后经济复苏疲软 又有房地产泡沫等下行压力 他观察 习近平今年并无底气 可以实施左倾路线 因此 他的共同富裕等主张 宣誓意义大于实质 尤其地方政府 特别是沿海省份 仍得靠外资 外贸支撑财政或创造就业 因此 从地方的现实利益考量 也对习近平的左倾路线 多有微词 黄建群说 中国政府今年要面对的 很严峻的挑战 就是失业 外资 外贸 包括出口 投资 就业 这个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那这个东西不解决 他政权的稳定性 基础其实就不存在 但是同时他 习近平又要维持他 左倾路线的一贯性 我认为 甚至到2024 2025年之前 他的左的路线会停留在政策宣示 但是他有没有条件实行所谓的左的路线 显然是没有 黄建群说 今年5月的G7峰会 确立对中国的去风险化战略后 包括台商在内的不少外企 都处于供应链外移中国的压力下 除非地方政府提供政策诱因 否则未来一年将是供应链重组的元年 在此前提下 他说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处于左旅右的博弈中 虽然地方面临财政困难 难提出招商诱因 但黄建群说 地方政府有减免税负或放宽创新补贴标准的财量权 这都有助于留住外企 至于何立峰出任中裁办主任后的优先施政 黄建群说 可能有三大方向 一是透过政府公共投资刺激经济 以确保经济增长目标 二是贯彻金融脱虚向时 这也是本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 包括收拾房市泡沫和地方债务的烂摊子 三是发展实体经济 包括将资金导入半导体等实体制造业 并刺激民间消费 外商圈喊话 深化开放 刘鹤典范 针对何立峰的最新任命 美国之一以邮件制函 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 要求置评 美国商会拒绝评论 中国欧盟商会以书面回应呼吁 何立峰采均衡和务实的做法 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放缓 房市危机和地方债等挑战 包括深化开放 并营造一个对外来投资的营商环境 这是前现任主任刘鹤和何立峰都认可的原则 中国欧盟商会称 将密切观察中裁办未来的施政 及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提振投资信心 回到旧金山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纪凯文 Kart Gibbs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暑假回到中国短暂停留 带会了不少美商朋友 多数都对何立峰的新人心政抱持乐观期待 认为他是个务实派 但他说 何立峰能否在新职位上有所施展 端赖习近平是否是权 纪凯文说 我认为 未来6至18个月 习近平如何治理经济将见真章 他会放手让何立峰自主决策呢 还是习近平继续一手掌控 暂无定论 我们静观其变 纪凯文 现任美国旧金山大学亚太创新预管理研究中心的助校董事 助有销往中国Selling to China一书 他说 由于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间的拜习会 即将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袖峰会上登场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暂时对已缓解 但拜习会后 美中关系会因此改善多少 他也不乐观 尤其美国大选即将起跑 对中国寄出的关税或芯片等禁令 解除的可能性不高 纪凯文还说 对即将扛起美中经贸关系牵头人大任的何立峰来说 刘鹤立下了很好的典范 因为在华外商圈 对刘鹤这几年的专业表现多所肯定 纪凯文说 商界乐见两国经贸谈判者展现稳当的专业能力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期间官员到处放火 这让大家很不安 所以不在于刘鹤做过什么让外商满意的事 而在于他有所不为处 共和党的国防鹰派已经对党内的民粹主义者感到厌烦了 彭博社 支持强大美国军队的共和党参议员 正在就国家安全问题与党内民粹主义者展开挑战 这增加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以及结束对五角大楼晋升的数月封锁的可能性 这些所谓的国防鹰派 曾经是一个日益孤立主义的党派的权力中心 但在中东战争 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以及是否继续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争议中 他们变得更加坚决 袭击空军基地是最新一级令巴基斯坦不安的事件 纽约时报 巴基斯坦军方成功击退了恐怖分子 对中巴基斯坦的一个空军基地的袭击 在比鲁之省14名士兵遭到伏击并丧生的一天后 对米安瓦利训练空军基地的攻击发生了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士兵的袭击负责 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运动的显为人知的激进组织 声称对空军基地的袭击负责 国防分析人士指出 对巴基斯坦军事目标的袭击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增加趋势 最近的袭击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该国脆弱安全局势的担忧 救援人员在尼泊尔地震中难以找到幸存者 死亡人数已达157人 路透社尼泊尔于11月23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57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这次地震的理事震级为6.4级 是该国八年来最严重的地震 救援工作受到道路堵塞和山体滑坡的阻碍 冷却的电动汽车销售让特斯拉通用汽车和福特重新考虑投资 彭博社包括特斯拉在内的主要汽车制造商面临电动汽车EV需求放缓的问题 这引发了对市场未来的质疑 高通胀和利率意味着普通人难以负担的起EV 这使得制造商难以销售他们 特斯拉今年已经将价格下调了30% 而福特推迟了其计划中150亿美元中的120亿美元的EV投资 EV比汽油车更昂贵 人们认为至少还需要三年时间才能使价格相当 制造商担心许多消费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极限 尽管EV的销售仍在增长 但增长速度正在放缓 在美国 今年前9个月的EV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50% 但2022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量仅同比增长了6% 耶鲁强奸案将改变被告的待遇方式 彭博社 彭博观点专栏作家斯蒂芬 L.卡特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 耶鲁大学一名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的诽谤诉讼被恢复 这对其他组织包括私营公司都有影响 上周 一家联邦法院裁定该前学生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 法官们认为 导致该前学生被开除的耶鲁大学仲裁庭 不符合准司法程序的标准 因此 在仲裁庭作证的证词 不受特权保护 这一裁决表明 如果公司在内部调查中 没有包括产生可靠证词的程序保障 他们可能面临诽谤诉讼 日本首相参观菲律宾巡逻船 加强海上紧张局势下的联盟关系 美联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登上菲律宾巡逻船 象征性地表示支持 日本正在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盟 以应对中国在海上争端中的自信态度 日本近年来向菲律宾提供了十几艘巡逻船 菲律宾用于主权巡逻 以及运送物资和人员到南中国海 菲律宾 中国 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该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全球贸易航线 日本与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岛屿上存在长期的领土争端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将在匈牙利建造其首个欧洲工厂 路透社 据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公司比亚迪计划在匈牙利建立其在欧洲的第一家汽车工厂 该公司尚未确认具体位置 但深圳市政府网站最近报道称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在访问比亚迪期间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会面 比亚迪表示 他们仍在寻找合适的地点 并将在年底公布消息 CSIS局长在令人不安的机密材料泄露后 对员工表示充分信任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大卫 维尼约表示 他对该机构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中的处理能力充满信心 维尼约在一份至CSIS员工的备忘录中 表示 该机构必须对采取的措施 遵守与安全相关的法律义务充满信心 这份备忘录是在一份引用有关外国干预的 秘密文件的报纸报道之后发布的 加拿大政府已经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来调查外国干预 并宣布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调查 乌克兰部长表示 他希望将自己的国家打造成西方武器生产中心 美联社 乌克兰新任国防工业部长 奥列克桑德尔卡米西辛表示 他的目标是将乌克兰打造成西方武器生产中心 卡米西辛希望增加本地武器生产 以应对俄罗斯试图夺取更多领土的企图 乌克兰已经开始向战场提供本地生产的军火 并有能力对俄罗斯进行打击 卡米西辛表示 国防技术是乌克兰国防工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 该国最近还举办了一次国际国防工业会议 寻求其他形式的合作 包括联合生产武器 支持者不顾立法者的反对 庆祝香港同性恋运动会开幕 这是亚洲首个同性恋运动会 美联社同性恋运动会在香港开幕 尽管遭到反LGBTQ立法者的反对 该赛事标志着这项国际体育赛事首次在亚洲举行 将有来自约45个地区的近2400名参与者参加各种比赛 LGBTQ家活动在香港取得了进展 奥运会为亚洲金融中心更广泛的包容性少数群体带来了希望 然而,没有法律反对基于性取向的歧视 同性婚姻也不被承认 中国国防部表示 加拿大军用直升机在南海违反了法律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国防部指责加拿大军用直升机在南中国海违反了中国和国际法律 国防部表示 直升机的行动危及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并将此事件描述为恶意和挑衅性行为 此前,加拿大国防部长指责中国战机在国际水域上方对加拿大直升机进行了骚扰 并向其发射了信号弹 使机组人员处于危险之中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的回应是专业的 并符合规范 中国告诉其外交官要警惕外国影响和贪污 雅虎 中国反腐机构警告外交官不要自满 并意识到被煽动从事不法行为的风险 缺乏自律和道德 任人唯亲 谋取私利是中央纪委确定的风险之一 此前 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 国防部长李尚福被罢免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我们来谈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他最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 接替退休的刘鹤 被外界称为新的经济沙皇 但是观察人士指出 真正的经济沙皇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艺人 何立峰只是执行习近平左倾路线的人 不过 外商人士希望中国能够重返务实和改革开放的路线 接下来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发生了一起袭击空军基地的事件 巴基斯坦军方成功击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这次袭击发生在比鲁之省14名士兵遭到伏击并丧生的一天后 对此 国防分析人士表示 对巴基斯坦军事目标的袭击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增加趋势 此外 伊波尔发生了一次地震 造成157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救援工作 受到道路堵塞和山体滑坡的阻碍 在国际关系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登上菲律宾巡逻船 象征性地表示支持 这显示了日本正在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盟 以应对中国在海上争端中的自信态度 此外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计划在匈牙利建立其在欧洲的第一家汽车工厂 这显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势头 最后 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指责加拿大军用直升机在南中国海违反了中国和国际法律 这引发了中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于以上新闻 我的观点是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都面临着挑战和压力 中国需要在经济领域寻找平衡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吸引外商投资 在国际关系方面 中国需要以开放合作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合作 解决争端和分歧 同时 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看法 你们对以上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讨论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哥伦比亚将贸易倒向牛肉 但美国会不会生气呢 日本和牛对柬埔寨的出口量下降 与整体趋势背道而驰 CMP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 全面发挥 帮助澳大利亚击败了英格兰 Pinko和JP Morgan为中国市场的长期冬天做好准备 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内斯在中国寻求对话与合作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哥伦比亚将贸易倒向牛肉 但美国会不会生气呢 南华早报 哥伦比亚预计在与中国签署的协议后 牛肉出口将增加 哥伦比亚是世界第三大咖啡生产国 已将中国确定为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并认为市场可以容纳更多进口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 佩特罗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12项经济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一项与农业相关的协议 中国在哥伦比亚也将找到一个庞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过去十年里 哥伦比亚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有所增加 日本和牛对柬埔寨的出口量下降 与整体趋势背道而驰 日经亚洲 今年1月至8月期间 日本对柬埔寨的和牛出口量较2021年同期下降了约60% 原因是日本当局打击走私活动 柬埔寨也是和牛走私进入中国的中转点 而中国对进口进行了管制 日本出口商现在正在寻求扩大销售渠道 将出口市场多样化远离柬埔寨 总体而言 今年1月至8月期间 日本的牛肉出口增长了15% 向香港 台湾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出货量增加 Pinco和JP Morgan为中国市场的长期冬天做好准备 彭博社 房地产危机在中国经济中引发了连锁反应 这给投资者和该国的股市带来了问题 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人民币 现在已经降至16年来的最低点 中国政府选择不干预房地产危机 这让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 然而 一些投资者将此视为在中国股市投资的机会 许多行业供应链的质量意味着 中国将继续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 此外 中国在电池技术和电动汽车方面的领先地位 意味着汽车行业有潜力走向全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追求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 也不感兴趣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 除此之外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分歧没有缓和的迹象 一些投资者选择在其投资组合中排除中国 因为存在地缘政治 宏观和监管风险 然而 这意味着投资者错过了中国的机会 因为估值仍然较低 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内斯在中国寻求对话与合作 雅虎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 与中国建立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 这时澳大利亚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访问中国 旨在修复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 由于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 间谍活动和新冠疫情的争议 两国关系多年来一直恶化 随着中国新开设的巨大购物中心 日本的勇望公司将娱乐放在购物之上 日经亚洲 日本零售集团勇望在中国武汉开设了一家新的购物中心 为顾客提供线下体验 勇望武汉江夏购物中心占地面积28.8万平方米 拥有约260家商店 包括优衣库和无印良品 该购物中心还设有一片面积为1.2万平方米的娱乐区 提供卡丁车、射箭、虚拟现实运动和室内宠物园等活动 勇望在中国拥有22家购物中心 并计划在2026年2月之前在海外开设51家购物中心 其中28家计划在中国开设 乌拉圭总统在护照丑闻中重组内阁 彭博社 乌拉圭总统路易斯·拉卡列普重新组建了内阁 并否认该国面临机构危机的指责 这些指责称他的政府成员阻碍了对一名涉嫌贩毒者发放护照的调查 在电话录音公开后 前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布斯蒂略被指试图隐藏证据 同一天他辞去了职务 这起案件增加了乌拉圭政府丑闻的长单 而乌拉圭一直以低腐败水平而闻名 可能垫覆2024年美国选举的四个意外情况 BBC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可能会出现四个潜在的惊喜 这些惊喜可能会改变选举结果 首先 因为独立候选人的崛起可能会打乱选举 就像过去第三党候选人影响了选举一样 其次 如果乔·拜登或唐纳德 特朗普在选举日前严重生病或去世 将会使选举变得复杂 第三 如果一场外国战争升级 将会打乱选举年并影响候选人的前景 最后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入狱 将为总统候选人创造前所未有的情况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李总理 雅虎 中国总理李强宣布 中国将扩大市场准入和进口 促进开放和市场机遇 并消除对制造业外国投资的障碍 李强还表示 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口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达到17万亿美元 此外 中国还将发布一项计划 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高标准机构开放 轻型飞机在偏远的澳大利亚坠毁 三名消防员遇难 路透社 上周六 一架轻型飞机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偏远地区坠毁 造成三名消防员丧生 这架飞机是由昆士兰州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承包的 用于进行火灾测绘 以帮助消防员们控制该州的山火 坠机事件发生在麦金利附近的内陆小镇 距离州府布里斯班约1500公里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向失去生命的消防员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慰问 乌克兰最新消息 俄罗斯表示船只在对克里米亚港口的导弹袭击中受损 日经亚洲 乌克兰战争继续升级 双方在争议地区加大了攻击力度 11月5日 乌克兰的巡航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港口城市 科尔齐的俄罗斯造船厂的一艘船只 虽然目前不清楚被击中的是什么类型的船只 但乌克兰空军司令表示希望又沉了一艘船 这是指2022年4月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的沉没 俄罗斯军队现在正专注于夺取乌克兰东部重要城镇阿夫基夫卡的交化场 该城镇的市长警告称 预计很快将开始新一轮的攻击 此外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任命了一名新的特种部队指挥官 尽管没有给出更换的解释 摩尔多瓦禁止一家亲俄罗斯党派参加地方选举 比如是国家安全问题 土耳其和法国在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时 加大了与中亚的接触 由土耳其领导的突厥国家组织召开了第十次峰会 呼吁其成人国之间加强合作 自2021年8月以来 美国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了第50批军事装备 包括防空能力和反坦克武器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以来 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4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美国还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 针对能源和矿业制裁逃避 以及攻击无人机的生产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指责美国在中东地区制造冲突 指责其想要在该地区制造持续的混乱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位科技高管来自同一个台湾家庭 CNN NVIDIA和AMD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苏兹利是远亲 根据台湾家谱学家吴珍的说法 黄仁勋是苏兹利的表舅 在普通话中意思是唐表兄弟 这个关系在2020年首次被苏兹利承认 引起了台湾的关注 台湾已成为美国和中国科技产业的战场 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长大 但黄仁勋和苏兹利都在科技环境中长大 台湾以生产世界领先的硬件而闻名 激发了许多年轻人追求科技职业 他们都学习了电气工程 并进入了半导体领域 黄仁勋在1993年创立NVIDIA 之前在AND工作 而苏兹利在2012年加入了AND NVIDIA和AND都向领先的科技公司 销售硬件和软件 并在游戏和数据中心市场 以及新兴的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竞争 今年NVIDIA的股价上涨了208% 而AND的股价上涨了73% 纽卡斯尔联1比0阿森纳 米克尔 阿尔特塔称 瓦尔判罚进球是耻辱 亚胡 阿森纳主教练米克尔 阿尔特塔称 视频助理裁判允许纽卡斯尔 在他们1比0获胜的比赛中 进球的决定是令人尴尬和可耻的 安东尼 戈登在三次瓦尔检查后 将唯一进球推入球门 检查的内容包括球是否出界 是否犯规 以及是否越位 结果都对纽卡斯尔有利 这场比赛结束了阿森纳在英超联赛中的不败开局 我现在必须站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阿尔特塔告诉天空体育 我们不应该输掉这场比赛 我们输掉比赛是因为明显的错误判法 这是令人尴尬的 可耻 就是这样 可耻 飞机公司对三名员工在昆士兰大火中丧生 感到极度悲痛 澳洲 ABC 在昆士兰州一次灭火行动中 有三人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这架飞机是AGL公司所有当时正在进行线路扫描时坠毁 这是今年昆士兰州发生的第四起飞机坠毁事故 对这起事故的调查已经开始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慰问 昆士兰州州长安纳斯塔西亚、帕拉斯乔克和紧急服务部长马克、瑞安也对这一事件表示悲痛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熟悉的六度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 首先 哥伦比亚和中国的贸易合作引起了关注 哥伦比亚预计增加对中国的牛肉出口 并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这将为哥伦比亚带来更多贸易机会 但同时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不过 我个人认为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贸易合作是双赢的局面 这对于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益处 接着 日本对柬埔寨的和牛出口量下降 原因是日本当局打击走私活动 这对于日本的出口商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同时也促使他们寻求多元化的销售渠道 远离柬埔寨 总体而言 日本的牛肉出口有所增长 这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好消息 此外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引发了投资者和股市的不确定性 也对人民币产生了压力 中国政府选择不干预房地产危机 这让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 然而 一些投资者将此视为在中国股市投资的机会 中国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 将继续在许多行业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 中国在电池技术和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 意味着汽车行业有潜力成为全球领先者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 与中国建立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 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 这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两国领导人再次进行高层交流 旨在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这次访问 能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奠定基础 最后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新闻 日本零售集团勇望 在中国开设了一家新的购物中心 并将娱乐放在购物之上 这将为顾客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 同时也为勇望开拓市场 提供了机会 此外 乌拉圭总统重新组建了内阁 以应对护照丑闻 这是乌拉圭政府丑闻的一部分 最后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可能出现四个潜在的意外情况 这将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中国和哥伦比亚的贸易合作 将为两国带来更多机会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潜力 仍然巨大 值得投资者关注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因为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接下来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正在急剧放缓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它到底放缓到什么程度了呢 对世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博尔街日报的记者日前来到了 距离中国6000英里以外的新西兰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 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放缓 令全球奶农可以说是痛苦不堪 早上6点半 新西兰的农场主Michael Woodward 就准备对树石头奶牛开始挤奶 而当天的第一批新鲜牛奶 被运往加工厂时 他计算了当天的收入 在这批货物中 他将会损失25美元 他说这1400加仑牛奶 已经无力可图 却毫无办法只能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他的困境凸显了今年中国经济放缓 对全球的影响 中国在疫情限制结束后 经济反弹失败 今年一直在努力重振经济的增长 长期的房地产低迷打击了对铁矿石 铜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 给全球价格带来压力 并且削弱了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 主要生产商的出口收入 而9月份中国包括消费品在内的进口额 较去年同月下降多达6.2% 从化妆品到汽车再到乳制品 所有行业都受到了打击 在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新西兰 农民们正在承受着痛苦 与其他国家一样 近几十年来 新西兰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为了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 中国每年进口数十亿美元的乳制品 其中新西兰的乳制品出口额的30%以上 都是销往中国 但是现在 随着中国本土乳制品企业不断提高产量 中国对牛奶的需求 也随着经济放缓而下降 历史上曾经被视为有点是奢侈品的牛奶 需求量出现了明显下滑 由此造成的供应过剩 减少了中国从海外获取牛奶的需求 衡量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制品的一项 最新指标显示 今年9月份 新西兰乳制品出口额较去年同月 下降了31% 中国需求疲软又进而导致乳制品的价格走低 与去年3月份相比 乳制品价格下降了近40% 如果与几周前相比 它们下跌了近50% 新西兰乳制品行业协会表示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中国不买的牛奶 只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往其他地方 新西兰乳制品公司 最近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了其他市场 包括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但是中国在推动全球乳制品价格方面 持续发挥的巨大作用凸显了世界各国 与中国这个大买家关系如此紧密 所带来的经济陷阱 以及他们想要实现多元化的困难程度 新西兰的农民现在正在削减成本 试图进行调整 那些近年来通过大笔贷款购买农场的人 处境最为艰难 尤其是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新冠疫情后的通胀压力 已经增加了劳动力 材料设备和运输的成本 大约在四年前 Woodward购买了他的这家农场 因此欠下了约200万美元的债务 他现在的目标是将本季度的总损失 控制在3万美元左右 为此他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并且使用更多的牛奶来养活小牛 而不是购买昂贵的饲料 同时他也推迟了采购自动化设备 面对这样的困境 贷款人同意他暂时只还贷款的利息 而Woodward表示 如果情况没有好转 那么必须开始思考未来怎么办 银行不会永远等你 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出口产品之一 是全脂奶粉 它可以应用于饮料 酸奶 冰淇淋和其他食品当中 但是由于中国消费者需求低迷 中国国内生产商将大部分的剩余鲜奶 加工成了奶粉 以延长保质期 从而又减少了进口需求 政府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 新西兰对华全脂奶粉出口额 较去年同期下滑了40% 新西兰合作银行的农业分析师表示 中国购买模式发生任何变化 都会对新西兰农民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西北部 大卫基德夫妇欠着银行 100多万与农场设备有关的贷款 而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妻子不得不重返全职工作 以此来抵消农场的损失 他们表示如果明年这个时候乳制品价格没有得到改善 他们将不得不考虑出售这个农场 中国经济放缓对新西兰人拥有农场的梦想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近期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可能正在改善 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4.9% 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并且快于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 数据还显示零售销售走强 表明消费者信心可能正在缓慢回升 过去几个月乳制品价格已经从最近的低点反弹一些 一些银行和乳制品加工商最近提高了牛奶价格的预测 尽管这个预期价格仍然将低于上一季度 新西兰一家主要乳制品出口商表示 对新西兰农民来说一个积极的迹象是 中国牛群宰杀率的提高可能会减缓国内的牛奶产量 他说可以看到某些产品的消费者需求正在回归 比如说冰淇淋 这给行业带来了一丝希望 目前新西兰许多乡村城镇都感受到了 乳制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 一家出售务农工具的商店老板表示 在这个3000多人的小镇上 农民推迟了维修保养和新的采购 令他今年店里的销售额也下降了40% 白天新西兰的街道也开始变得空旷 他说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情况 当被问及他的商店是否可以继续生存时 他说我希望我们可以 但这只是希望 中国对消费品的进口大幅放缓 但是小商品的出口却蓬勃发展 最新公布的年度胡润富豪榜显示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珍的财富 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138亿美元 因为全球经济放缓 令更多的消费者转向了廉价的拼多多 和他的海外版题目 黄珍是今年胡润富豪榜上上升最快的人 跃升了7位以372亿美元的财富 位列中国富豪榜的第三名 这也标志着他首次闯入前三名 他的财富增长反映了中国电子商务格局的变化 在中国消费者信心仍然低迷 而在国外拼多多的海外版题目 却正在蓬勃发展 外国消费者惊叹于小商品的价格可以如此之低 题目的出现也开始威胁到了亚马逊和沃尔马等平台上 价格较低的产品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 阿里巴巴正在抵御来自拼多多的竞争 马云的财富排名则比2022年下降了一位至第十位 同时登上富豪榜的阿里巴巴股东数量 也从去年的18人下降到今年的12人 另外电商巨头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 及其妻子张泽天的财富 也自去年以来减少了62亿美元 降至82.6亿美元 本月早些时候 由于消费者支出复苏弱于预期 京东股价跌至历史新低 古润百富榜的首席研究员表示 出口还是今年的主要增长源之一 而与此同时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珊珊 以620亿美元的财富连续第三年蝉联榜首 马化腾则以386亿美元的位置位居第二 以上就是本期新峰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